这个字啊 人言可畏 她的第二个短片一起来看 我有一段婚史 我有过一个孩子 可孩子生下来不到三天就没有了 大夫说我和我的妻子血型不合 我们两个在一起 生孩子也得有病 所以我们离婚了 那囤子里说啥的都有 我今天来到全人认识 最证明我是健康的 从前话起来我是坚决不要 你岁数颗力比我大 然后能给我生孩子就行 你可以是二婚的 带个女孩的 但你必须得给我生孩子 你可以脾气大 但是你必须得给我生孩子 只要你能给我生孩子 我觉得过得很难的一切 同时我也能说得很难的一切 谢谢 小伙子跟前妻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婚的 就是因为孩子 没有孩子 因为没有孩子 对 就是因为没有孩子 那是就是什么原因两个人没有孩子呢 当时孩子是有孩子 但是剩下三天之后就腰折了 就是后期我们去医院做检测 说这是是牺牲而容许症 染色体不符 染色体不符 对对对 所以就是孩子要折了之后 婚姻也破裂了 对就产生了种种的矛盾吧 因为我家里都喜欢 特别喜欢孩子 那谁先提出来的 这个是我先提出来的 在农村来讲 如果你要没有孩子 村里人都总会 说啥 说假话 说是小友的不行啊 有毛病啊 还是是有毛病啊 总是越传越毒 然后我就特别心烦 然后这次来呢 我当了吉林金省 吉林省的面前 我我我证明我是没有问题